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由于制造难度大 工程师工方只得从德国或日本进口 动辄几亿元人民币一台 严重制约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国产动购机已经占据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 并逐渐出口海外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装备 中国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呢 近年来 中国各地的地铁高铁建设依然热度不减 顿购机为这些工程建设提供了高效安全的解决方案 2018年4月 上海地铁15号线正在施工 它是上海轨道交通网络中一条重要的南北走向线 预计于2021年开通试影影 在施工现场 我们打算一睹顿购机的庐山真面 我现在是在地下16米的深处 我身后是上海地铁15号线正在施工的地铁隧道 很多人都享受过地铁的便利 但可能并不了解地铁是如何挖成的 现在我们就进入洞口去看一看地下交流 顿购机10公尺的样子 这个就是进入到隧道里面的一条通道 现在这台顿购机已经推到了180米 花了多少时间了 这个一个月 现在我们就到前面去看一下顿购机 伴随着轰鸣声 我们行走在一条临时便道上 前方停靠的大家伙就是顿购机 党成 一名有着十多年顿购机施工经验的工程师 他接触过各种型号的顿购机 身旁的这台被称为土鸦平衡顿购机 是专门针对上海软土地质开发的 这种先进的地下隧道施工设备 即机 电 液 传感 信息技术于一身 可在不影响地面状况的条件下作业 从而大大提高了施工的效率和安全性 并降低了成本 从横截面看上去 它像一个盾牌 所以叫顿购机 又被工程师称为地下蛟龙 这条龙的嘴就是最前端的切削刀盘 可把地下的泥沙石头吃进嘴里 通过龙肚子里的各种消化器官 螺旋传送机 输送至皮带传送机 再通过扎土车 运往后方 在隧道的尽头 一群工人正在将一块块预制混凝土管片 安装到周围的墙壁上 顿购机每次挖掘到一环管片的宽度后 就停止前进 通过扎土车运来的管片 经过6吨起重机起掉 送到动购机的前端 管片到达后旋转90度 再利用电动葫芦架上的 两台3.2吨起重机 将管片输送至管片拼装机下方 通过旋转 管片拼装机放置一块块的管片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循环 出土 推进 推进这一环 一米二 推到之后 然后出完土停下来 然后把这一环一米二管片 拼装6块 拼装好 下一个循环电面车再进来 然后再推进 再拼装 这个就是这种循环式施工 每天我们大约是要达到12个循环 就是达到12环 每环一米二 大约在14米 它拼装机现在已经开始在运营 已经转过来了 转过来马上 它就是可以把这个管片 插销插到里面 它不是锡 地下隧道的施工环境很艰苦 除了污浊的空气 轰鸣的噪声 在地下待久了 不可避免的使人产生压抑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每隔一段时间 工人们就会进行一次岗位轮换 这个旁人大物 以每天14米的速度 不断向前推进着 与此同时 地铁隧道的管片也拼装完成 这也是现在世界上最主流的 挖同地铁隧道的方法 顿购机的中央控制室 是整个顿购机的大脑 工程师谭刚 正在对各项参数进行调试 通过显示器 监控顿购机的运行状况 顿购机的智能化程度很高 控制顿购机只需点击按钮 这个顿购机的驾驶室 和我想象中都不太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跟你想象中这种 像汽车一样的驾驶室 差别就大了 你现在看到的这四个画面 两个是做操作系统 还有一个是弧度系统的 施工的情况 要推进速度 这个出走链 都要在这边设定和操作 地面上有一个同样的工作站 那里的数据与顿购机同步 可以方便工程师了解顿购机的运行状况 现如今只要安装一个手机软件 就可以在千里之外对顿购机进行监控 上海 中国最早应用顿购法修建隧道的城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上海就采用土鸭式 米水式的现代顿购机 修筑地铁区间隧道 但是那个时候 英雄动购机 主要是 还是国外的 最早的有德系日系 基本上两个方面 党程最早接触的 都是进口动购机 为了修一条隧道 不得不花几亿元从国外购买 而这些设备 一旦出现质量问题 整个工程就必须停工 等待国外团队的维修 每天造成上百万元的损失 什么时候用上国产动购机 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 是他最大的心愿 对于正在飞速发展的中国 铁路 公路 水利 城市地铁 海底隧道等 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顿购机的需求 占到全球六成以上 同时使用顿购法施工的隧道 与其他方法相比 工程效率能提高五到十倍 中国人急需顿购机国产化 刚刚自主研发的时候 跟国外这种纯进口比 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但是现在随着地铁市场 或者是一些基建 还有别的方向应用顿购机 越来越多 这个问题解决的 也是相对来的 实用性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顿购机不单单是在地铁市场上 在一些公路隧道大直径的 15米左右的自主研发的 已经技术相当成熟 到目前为止 中国累计生产制造隧道顿购机 已经超过1500台 成为顿购机的制造大国 用了短短十多年时间 中国人完成了顿购机的自主制造 彻底摆脱了顿购机关键技术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是位于江苏常熟的一家顿购机生产企业 30多台顿购机正在制造 杨徽33岁 从事顿购机制造 已经有8年时间 他带领的设计团队 每年设计出上百台顿购机 这么大的一个顿购机 都是由咱们自己的设计师完成的吗 是的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设计研究院 我们大概有200多号人的一个设计团队 负责每一个零部件的 每一张图纸的这个绘制 像这种顿购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大都从国外进口 每台的价格达到上亿元人民币 2000年左右 中国工程师开始尝试将零部件买回来 自己组装 价格降到了6000万元左右 2006年6月 国务院正式发布 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 将顿购机研制列入16项重大技术装备之一 中国研发顿购机技术的步伐加快 现如今 中国人自己生产只需3000万元人民币 说到自己参与设计的第一台顿购机 杨徽记忆犹新 2010年 在千年古都南京 一条贯通江底的隧道需要马上施工 工程急需一台超大直径顿购机 这种15米的顿购机 一直被国外公司垄断 中国工程师首先想到的 就是向国外订购 但是我们找了国外某自民品牌 他们要我们公期7个亿 7个亿 24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们的项目要求12个月就要完成 所以我们只能 没选择的让自己自己干 最后我们是自己通过12个月干成了 但是最后钱我们只花了4.2个亿 我们又事实证明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可行 这台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超大直径顿购机 被称为天河一号 它的刀盘直径14.93米 为世界第二 刀盘配置717把刀 刀具数量位居中国第一 2015年 两台超大直径复合式泥水平衡顿购机 顺利穿越 一条大型公路隧道 从此连通起 长江南北两岸 这台超大直径顿购机制造成功 给了中国工程师 无比的自信 胆子更放开了 有好多 其实有好多小企业 原来是我们只做一些直径很小的 像2米以下的做这些小的设备 但是自从我们那台做了 一下子就做了它15米的 他们胆子一下子放开了 然后就开始做大直径的 现在中国的这种大直径顿购机 还在不断地刷新 杨辉 机械专业毕业 一直从事工程类机械的设计 2001年 他被抽调来参与顿购机的研发 在此之前 他从未接触过顿购机 一开始 只能从一些图纸上学习 公司曾组织他去国外参观 但过程令他大失所望 尝试着联系了国外的一些 做这种装备的一些企业 但是企业去完了之后 人家象征性地做了一下接待 在一些合金的区域 人家是不让让我们去的 后来我们也联系了一些 就是我们出去的一些 装备的一些企业 但是去完了之后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点皮毛 就是我们在国内也能看到的东西 对我们的技术封锁 其实还是比较严快的 顿购机的研发 涉及众多的学科项 杨辉组织科研人员 对各项技术进行公关 我们自己通过不断地 建了我们的模拟仿真 不断地演算 然后把我们的整个的设计体系 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架构起来的 每一个零部件 我们一个一个去挖掘 一个一个去刨根问题地 把它揪清楚 我们必须要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 然后将我们的这些优势 以及技术特点进行深入地分析 杨辉所带领的设计团队 平均只有28岁 这些年轻人设计的顿购机 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 甚至走出国门 这是一场有关出口到 马来西亚顿购机的设计会议 每次顿购机设计任务下来后 杨辉都会带着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一起开会讨论 顿购机由顿购主体和后续设备台车组成 主体由刀盘 切口环 支撑环和尾盾四部分组成 后续设备台车共六台 刀盘由六根服条和面丸组成 刀盘装有滚刀60瓶 中心装有八连单刃滚刀 超挖刀为一把单刃滚刀 切削刀130把 刀盘由变频电机驱动 设计上 对顿购机的密封性要求极高 如果密封不好 很容易出现工程事故 顿购机有钢丝刷密封和钢板密封等多种密封方式 皮带机用于将渣土传送到顿购配套的渣土车上 后续台车共六节 台车截面为门型 由油箱 动力单元 操作式 同步筑浆装置 油脂泵 动力柜 加泥装置 空压机 高低压柜 冷却水装置 应急发电机 污水箱 电缆卷筒等组成 这部分的变动 我们最关键的设计就在这个部分 把这种里面的细节结构要全部做出来 设计团队首先要根据施工地的地质情况 选择合理的顿购机型号 顿购机分为泥水 土压 复合式 敞开式等多种形式 选定型号后 就需要对刀盘进行设计 中国的地质情况复杂 每台顿购机的刀盘都不尽相通 中国工程师已经做到了个性化设计 为每座城市设计出独一无二的顿购机刀盘 这是一些国外公司所不具备的 现如今 顿购机的信息化程度很高 从这家工厂出去的所有顿购机都能联网 它们的运行状况会实时显现 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顿购机的监控系统 目前这台接控系统是集私生产跟安全问题的 我们可以实时地将我们的设备的状态 就是它可以在干活的一个拼装状态 一个不干活的就是 一个状态 不能实时地写示 然后 这个是咱们的顿购机吗 对 这个是 这台顿购机是在我们成都的哪条路 哪个点位上都能知道 你看到这个顿购机的工作状态是拼装 然后在闪烁 这是怎么回事 对 它在拼装是指它在干活 然后这里面包括 它这边还显示一个正常 如果是红灯 它这边就显示异常了 包括我们这里的一些实时的层属百分比 各个都有 你看 一些特殊的一些甲烷啊 氧气啊 这些有毒有害气体 我们也会显示出来 因为这种气体 对人的伤害 上面有人使用 是分辨不了的 都是一些传感仪 实时地来接口这些数据 如果系统在询检过程中 发现任何数据异常 工作人员将在第一时间 通知工地现场 并指导对方对相关参数进行调整 确定好设计方案 绘制好图纸 下一步就是制造 31岁的谢杰 是顿购机制造计划协调中心副经理 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大量图纸 一毕业 谢杰就来到这家工厂 那时公司里来了很多日本专家 他就跟在后面看学 不懂的就回去查资料 经过七年努力 从对顿购机的一无所知 到现在指导顿购机的生产 他已经成为一位 顿购机制造方面的专家 制造顿购机 需要掌握整个顿购机系统的工作原理 控制模式 调试程序和方法 并攻克螺旋液铸造 后板焊接 机械加工 热处理 硬化层堆焊的一系列技术难关 这些技术的攻克 依赖于中国整个基础工业的水平 有了这台机械 理论上可以加工出18米直径 以及18米以下所有尺寸的 顿购机外壳 那像这个大型的加工设备 是国产的吗 对 我们现在的大设备 基本上都是国产的 正是因为这些大设备的 帮助了我们这个动物机产业的 制造能力的提升 帮助我们整个动物机产业的提升 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制作过程中 对质量的把控至关重要 如果在地下绝境中出现质量问题 所带来的施工风险巨大 2014年 美国西亚图市决定挖一条隧道 并从日本购买一条 开挖直径达到17.5米 价值8000万美元的世界最大顿购机 但在前进中两次出现问题 维修费用高达1.4亿美元 工期也被一拖再拖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 顿购机部分零件质量不过关 顿购机所引发的工程事故是灾难性的 质量不可靠就没人敢用 在十多年前 中国工程队之所以大量购买国外产品 就是国外产品质量经过了上千个工程的检验 而中国的炖狗机并没有被大家信任 很多施工方招标时明确要求使用国外炖狗机 中国工程师不断积极争取 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最终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为了提高质量管理 除了加强工人素质的培训 质量的监督 谢杰所在的工厂还引入了 基于焊接机器人的 动购机结构件自动化生产线 攻克了多道大型构建自动焊接技术 使用机器人焊接能有效减少一些人为因素 对设备质量的影响 往上点 再往上一点 动购机完成组装后 几名质检员开始对它进行仔细检测 您现在按的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莱卡测量的用点光标 测量用的 那它铺卡做什么呢 测量是测量这个刀盘的 我们找以这个光标为基准点 把这个刀盘的旋转圆心找出来 找到圆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找到圆心的目的以后 我们是去检测我们前期安装的 这些刀具的开挖直径 我们看看复合一下这个开挖直径 和设计是不是一致 我们现在进来对动购机进行检测 它突然的喷出大量的白色的泡沫 这个泡沫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这些泡沫主要是用来改善我们的土质 方便我们的顿购机在地下决进时进行切切 提高它的工作效率 还可以降低它的刀盘的温度等等 保护刀具 中国的顿购机技术已经走过了模仿和学习的道路 现如今在质量和技术上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中国的顿购技术不断延伸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 叫管片自动化拼装技术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正在调试阶段 以前我们这个设备是通过我们的管片 到了一个后续的一个29名叫红红梁那个地址 双梁把它调过来 自动地 电脑自动转转 放在这个微片机上面 放在上面微片机它自动地往前一起往前走 你说的是那个白色的 对 就这个白色的微片机 通过它自己往前走 然后识别到管片自己把它抓紧起来 然后拼装机通过转动 这个白色的就是微片机 顿购机的自动化是世界各国研发的一个方向 手工管片拼装存在很多弊端 工人在操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 实现管片的自动拼装十分必要 目前已经有国家开始实行自动化的管片拼装 中国在这一领域不断追赶 两名来自天津大学的博士 正在对自动化管片拼装技术进行调试 目前技术已经成熟 收到 收到 距离给500 红栏同时缩 红栏同时缩 收到 收到 针对近年来矿区隧道坍塌的救援问题 工程师们开发出了一种小型的挖掘推进系统 可以快速打通通道 使受困人员及时 不许多区隧道址不许多区费 不许多区费 此方向 则 给你们看 这些人 感谢观看